第111集 维尔没有冲动 分析了刚刚的情况 如果没有听错的话 他好像说到了意志 很疑惑 意志是谁啊 就算维尔身为龙王 都从未听说过意志是谁 可对方却说 意志请求这人类放过他们龙族一马 这其中的情况有些让人迷茫 莫非意志是龙族某位强者吗 就在他想着这些事的时候 一道声音传来 维尔退下 听到这一声音 维尔瞬间明白是谁在说话 龙王出现了 紧接着就看到一头金色巨龙从远方飞来 白色的胡须说明龙王已经年老 但那种威士却是所有龙族里最为可怕的一位 身躯也比别的巨龙要大一倍 龙皇殿下 维尔退开 显得很恭敬 这是龙族心中的神 欢迎你到来 人类中的强者 龙皇来到林凡面前 幻化成人形 出现在林凡面前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你好 林凡微笑着 友好的交流 往往就是如此的简单 龙皇看着林凡 难以想象对方有多巧 仅凭肉眼 对方就宛如黑洞般 透露着无穷无尽的危险气息 食龙者 这是龙皇对林凡的称号 从古至今 的确也有人类自称屠龙勇士 成功屠杀巨龙后 也会享用龙族的肉来增强体质 但那只是少数 而且被屠的龙也许真的是龙族的 但大多数都是龙族杂交后代 不算纯正的龙族血脉 龙皇说道 人类强者 你为什么一直以来屠杀我族子弟 他很想知道原因 虽说龙族霸道 但龙族成员没有蠢货 知道不能惹的绝对不会招惹 只有种族地位越高 才能越发地明白遇到真正可怕的存在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林凡说道 因为肉质很美 肉质很美 对 就是这样 比如那种颜色的龙 它的肉质就很美 柔软润滑 入口即化 真的特别好吃 林凡指着不远处的一头水系巨龙 被林凡指着的那头巨龙身体一颤 瞳孔缩发 傻傻地看着林凡的眼神 那双眼对他来说 就好像恶魔的眼睛似的 不知为何 天空中飘落着一缕不明液体 这是被吓尿了呀 轰隆一声 原来是那头巨龙被林凡吓得运厥过去 直接从空中落下 重重地砸在地面 如此惨烈的一幕 要是让别人看到 绝对会惊呼着 见鬼 这些可是横行霸道的龙啊 还是我们心中的龙族吗 龙皇彻底震惊在林凡说的话里 可笑 竟然只是因为龙族的肉好吃 就捕捉他们龙族 这种行为何等恶劣 何等的可怕 简直就是对龙族的一种挑衅 但是龙皇没有私生结底地 朝着林凡怒声咆哮 而是实时务者为俊杰 对方的实力很强 有覆灭龙族的能力 既然已经发生 继续纠缠只是一种灾难而已 龙皇说道 你来龙族的目的是什么 找一头龙 是谁 龙皇不知道对方到底要找谁 如今的龙族基本都在族内 而且因为人类恶魔的出现 导致很多离家出走的巨龙 都乖乖地回来了 谁也不敢保证 下一位受害者不会是他们 等一下 我好好寻找一下 我从意志那里得到了他的气味 只要感应到气味就能找到他 洞穴 墨比瑟瑟瑟发抖地躲在里面 墨比大哥 有人类入侵了咱们的领地 你快出来 咱们一块去好好教训他 一头无知的小龙呼唤着 听到这话的墨比 心里更加地害怕了 想着 肯定是那可怕的家伙来了 该死我 招着谁来 就是出去闲逛一圈 还什么都没做 就招来这种事 根本不用看 他就知道 那家伙肯定是来找他的 否则哪里会有这么凑巧的事啊 突然 墨比发现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了 有一股力量控制着他 他惊恐地尖叫着 救命 救命 身为龙族太子的他 理应继承龙皇的霸道之气 可现在 却是一点排面都没有 身在外面怂恿墨比出去 跟人类硬刚的小龙 看到墨比飞出来 显得很兴奋 墨比大哥 你终于出来了 可是 让他没想到的是 墨比大哥根本就没有理睬他 竟然连翅膀都没有挥动 就朝着远方飞去 这种能耐 看得他不断惊叹了 大哥就是大哥 手段就是厉害 此时 龙皇不知道对方要做什么 就看到对方五指张开 朝着远方伸出 好像是在抓着什么东西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 让他神色大变的事情发生了 墨比 对方抓的是墨比 父亲 救我 墨比惊呼呐喊着 真的好害怕 他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能不断哭泣着 表达他现在很惶恐 啪哒 林凡抓着墨比的脑袋 虽说墨比的身躯有点大 但还是很乖巧地被林凡捏着 没错 就是你 墨比喊叫着 放开我 我不认识你啊 救我 快来救我 我害怕 龙皇着急得很 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孩子遭遇危险 能够有一个孩子已经非常的不容易 同时 墨比是龙族的希望 能够施展龙羽魔法的龙族 未来成就很高 你不认识我 我却认识你 就是你打我的女儿的 墨比回想到先前的情况 我没有啊 我没有倒是飞飞 他一言不合就用冰箭戳我 我反击是应该的 我没想怎么样 我好害怕 我还是个孩子 你别伤害我啊 墨比痛哭流涕 身体冰凉 总感觉自己要完蛋了 对方就是那喜欢吃龙的人类恶魔 第一千一百一十二集 脑海里浮现画面 对方用一根棍子从他嘴里穿过去 然后顺着那地方出来 架在火堆上烤着 越想越害怕 他不想死得这么凄惨 不想成为别人的食物 林凡说道 嗯 事情我都知道 的确跟你说的一样 是我的女儿用冰箭戳你 但我的女儿没有错 你的体型太大 本来就很容易给人造成压迫感 而且你飞的地方还是村庄 谁知道你是不是要对村庄做什么呢 你说对不对 龙族的哭声从未有人听过 但现在 墨比痛哭的声音传递出来 他感觉好委屈啊 体型那是我的错吗 我本来就是长这样 说句公道话 任谁被人用冰箭戳肯定会反击 这是基本常识 总不能这也怪我吧 对对对 你说什么都对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求求你别吃我 我真的 我肉很难吃的 墨比嗷嗷嗷大哭 弱小的心灵被这般恐吓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能果断地认怂 多次表明自己还是孩子 希望对方能够看在他还是孩子的份上 原谅他的行为 林凡看到墨比哀嚎的模样 拍着他脑袋 嗯 知道错就好 以后小心点 这几巴掌拍在墨比脑袋上 看似不痛 但那种威慑力 已经在墨比心里 相成可怕的阴影 也许以后 每当回想起这种情况的时候 墨比都会从睡梦中惊醒吧 松开他 墨比感觉如获新生 对天发誓 以后我墨比再也不出去啊 就算出去 遇到有人就冰箭戳自己 我也绝对不还手 肯定拍拍屁股走人 太恐怖了 落地后 墨比躲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龙皇松了口气 如果他对墨比动手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明知不敌 也要拉着整个龙族 跟对方拼命吗 龙皇很累 有种说不出的劳累 他希望事情快点结束 从古至今 不管是什么样的战争 龙族永远都是巅峰种族 只要有他们支持的一方 必然获胜 就比如他龙皇 参加过千年前的战斗 最终他们获胜 从而将龙族的地位提升到极致 没有任何种族胆敢招惹龙族 就算被公认为最可怕的魔族 都不愿意跟龙族发生冲突 事情发生到这里 龙皇不知道对方接下来要做什么 这是龙族被压得最凄惨的一次 啊不 从未有过这种情况 这是唯一的一次 啊对了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们说清楚 林凡想到此次过来的目的 很重要 关乎着可兰的情况 龙皇神色凝重得很 请说 你们龙族的实力严重超标 所以我要求你们龙族 在没有我的允许下 不准离开这座岛屿 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允许 他说得很严肃 可兰的实力的确不错 但跟龙族相比较起来 差距还很大 这种差距不是短时间内 就能提升上来的 需要慢慢地发展 所以他要限制 这世界的高端力量 这种力量对可兰来说 是比较不可抗衡的 龙皇听闻后 脸色瞬间有了变化 这种要求有点过分呢 龙族是世间巅峰种族 竟然被一位人类 限制在龙岛不准出去 这种要求有点过分 林凡见龙皇久久没有回答 询问道 怎么了 我的要求很过分吗 他询问着 如果过分的话 大家可以商量他 我林凡不是那种 喜欢逼迫别人 做不愿意的事情 当然 他还是希望 对方能够别出去 主要原因就是 害怕女儿缠着他 说要吃先前的肉 毕竟他是心软的父亲 一旦被缠着 看到女儿撒娇 肯定无法拒绝 因此 龙族待在这里是最安全的 龙皇诚恳道 人类强者 我想知道你有多强 可以吗 这话呀 说的就很有问题 龙皇心有不甘 还想拼搏一把 如果 说的是如果啊 对方的实力让他看到希望 他会昂首霸气侧漏着 龙族绝对不会低头 永远都不会 是这要求吗 林凡沉思着 随后道 你的实力太弱 我怕对你动手你会死的 虽然我能控制力道 但任何事情都有万一 这样吧 最近我对魔法有点感悟 你就看看能否抵挡就行 龙皇听到对方说的话 感觉对方只是在羞辱他 甚至根本就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这对龙皇来说 属于一种奇耻大辱 但很快 一件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 林凡抬起一根手指 看似好像没什么 但很快 惊恐的一幕发生了 天地间的魔法元素 蜂拥而至 凝聚在他的指尖上 很多种色彩元素 凝聚在一块 黑色 红色 蓝色 白色 金色等等 很多种颜色的元素 凝聚在一起 形成的球体越来越大 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压制在所有龙族的内心身中 这 这怎么可能 禁魔领域对他没有用 龙皇傻眼 仿佛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龙族的禁魔领域 对人族乃至别的种族 都有着效果 但现在 对方能够在他面前 凝聚魔法元素 说明的禁魔领域对他 没有任何用处 甚至他能感觉到 就现在对方凝聚的魔法元素球 能够毁灭一切 任何一位龙族都无法抵挡 哪怕能够魔法免疫的龙族 都挡不住 那是超越一切的力量 平静的海面 随着魔法球越来越大 掀起滔天巨浪 龙岛地面出现裂纹 仿佛随时都能破碎 够了 龙皇喊道 他怕继续这样下去 整个龙岛都会被对方崩裂 第1113集 林凡挥挥手 凝聚在指尖的魔法球消散 化为多种元素 融入到天地间 别人施展魔法 讲究的是咒语 我要施展的是什么魔法 而对林凡来说 他这种就是大杂烩 什么都不用想 各种魔法元素融入到一起 甚至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威力 就不是他需要想的了 龙皇没有任何反抗的想法 缓缓道 我答应你的要求 龙族在没有你的允许下 不会离开这里 但我想询问一件事情 是否能够告诉我 你问 林凡挥对方如此给面子 倒也是没有多说 而且他吃了那么多龙肉 人家都没有埋怨自己 他还能说什么呢 龙皇说道 数月前 精灵族被魔族覆灭 女王也被杀死 可是后来 被神秘强者复活 是不是你做的 没想到 对方竟然询问这问题 能保密吗 我保证 是我做的 听到对方亲口承认 龙皇震惊地看着对方 复活 这是多么可怕的魔法 就算龙族都从不知道 世间有复活的魔法 而对方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在魔法的造诣上 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就在此时 龙皇对着林凡 弯腰 恳求道 能否帮助我们龙族 复活 那些已经失去生命的龙蛋 我们龙族自古以来 就很强大 但存活的几率 实在是太低 有太多新出生的龙蛋啊 因为得不到足够的生命活力 从而失去了生命 无法孵化出来 我的女儿就是这样 希望你能帮帮我们 说完这些话 龙皇不知道 对方会不会同意 可以想象 复活魔法 是多么强大的魔法 想要施展 肯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也许对方施展肤护魔法 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想到这里啊 龙皇准备开口 可是林凡却微笑道 你也有女儿啊 我也有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可以啊 将那些龙蛋拿出来吧 我可以帮助你们 毕竟你这条龙真的不错 我吃了那么多的龙肉 你都没有怪我 还愿意跟我礼貌交谈 我很看好你 龙皇总感觉 自己脑子不够用 对方说话的时候 看似好像很温柔 但字字诛心 杀人无形啊 如果林凡实力不够厉害 就刚刚说的话 龙族绝对群躬而起 跟他拼命啊 太嚣张了 随着林凡话音落下 龙族内部沸腾 谁家没有几个 死去的龙蛋 那些都是他们的孩子 肯定都很心痛 先前他们看到林凡的时候 心里充满愤怒不甘 对方喜欢吃龙 就是他们的仇人 但现在 对方说出这样的话 他们突然发现 可怕的人类恶魔 看起来真的好美丽 太友好 真的很不错 没过多久 就有龙族成员搬运着龙蛋 数量有点多 足足有数十枚 林凡看到这些蛋的时候 就想到母鸡下的鸡蛋 脑海里面浮现画面 拿起蛋 在锅边轻轻一敲 两手一掰 放到锅里 热油滋滋作响 香味扑鼻而来 画面太美 口水都要流下来 都在这儿了吗 都在这里了 好 我知道了 随后 就见林凡轻轻抬手 一道道金光 将龙蛋覆盖 眼前的情况 让龙黄显得很震惊 这是什么魔法 只能看到金光 看不到别的东西 甚至想感受 这到底是什么魔法元素 都无法感受到 复活 林凡轻声道 施展复活的时候 虚空都会有通道出现 违背规律的东西 是不允许存在的 就算是一直不出面阻止 也会有别的存在阻止 这股气息 龙黄看到那漆黑通道 心头震动 亡灵归宿之地的气息 充斥着腐朽的力量 那是只有亡灵 才会去的地方 死神出现 依旧是舅舅的黑袍 手持着死神镰刀 只是这一次 死神的背后出现一双 没有任何感情的眼睛 宛如荔枝眼似的 白得吓人 足以威慑现场 所有龙族的内心 龙黄自言自语的 亡灵归宿之地 有着掌管所有灵魂的神 擅自复活生灵 将会遭遇亡灵之神的惩罚 龙黄懂得很多 说的都是看过的一些内容 那是没有人能够踏足的领域 就算精通亡灵魔法的魔法师 都无法感应到那种地方 林凡看着通道 微笑道 死神的造型真不错 没想到还多了一双眼睛 兽龙所托 复活一些龙蛋 如果跟你们有关系 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龙黄为人不错 我很喜欢 你们能给个面子吗 终究没有吃面子过失 死神挥舞着镰刀 后面通道的荔枝眼 绽放诡异光芒 唉 林凡颇为无奈 只能一拳朝着漆黑通道轰去 轰弄 死神消散 就连那双荔枝眼也崩裂了 散发出来的亡灵归宿气息 朝着漆黑通道涌去 随后消散 天地恢复到平静 此刻 所有龙族都喘着粗气 刚刚的气势 压迫着他们仿佛死亡已经到来 那动感觉 真的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明白 恐怖 真的是太恐怖了 随后 他们惊骇地看着林凡 这人类怎么可以强悍到如此地步 就连龙黄都傻傻地看着林凡 也许这辈子做得最为明智的事情 就是没有跟着人类发生冲突 否则这后果 想想都可怕 第1114集 好了 林凡缓缓缓放下手 就这 龙黄惊讶得很 他想过很多场景 复活魔法绝对是禁忌魔法中的禁忌 肯定会形成可怕的惊人意象 林凡诧异道 啊 有问题吗 他不知道龙黄为什么要这样问 是哪里出现问题 还是说刚刚的情况让龙黄有种做梦的感觉呢 很奇怪 啊 没有 龙黄摇着头 不管怎么说 龙黄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但说实话 就如今眼前发生的一幕 是他一辈子都未曾见过的 龙黄想询问 你们见过接近神的一战吗 没见过吧 我见过 那场战斗 惦记着龙族巅峰强族的地位 而他龙黄在那一战中也是大放光彩 哎 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替这些做什么呢 突然间 有巨龙惊呼着 龙蛋有生命活力了 好浓郁的生命活力啊 幻想着曾经往事的龙黄反应过来 拿起一枚龙蛋 仔细感受着 的确是感受到龙蛋中的生命活力 脸上露出笑容 谢谢 龙黄感激道 至于先前的事 草就被他抛在脑后 那些被吃的龙 也只能怪他们倒霉 谁让他们长得肉质那么好 啊 没听到人家说吗 有的龙肉很不好吃 所以才没有被吃 被吃掉的龙想说 怪我肉质长得太好了 林凡微笑道 不用谢 能做到的事情 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对于龙黄来说 他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 明明双方之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但说着说着 就感觉事情有了变化 怎么说呢 思绪被带乱了 竟然朝着友好的方向发展 这是很可怕的事 就算现在龙黄都没想明白 到底是从哪里有些不对劲的 能再问你一件事情吗 龙黄化身为十万个为什么 心里有很多疑问 就算询问一整天都问不完 林凡说道 可以 问吧 在正常聊天中 林凡是特别友好的 对谁都是一样 但前提就是啊 你必须也得友好 这样才能站在公平的统一旗袍线上 龙黄问道 复活魔法是怎么做到的 他知道 这种问题有点过分 可怕的复活魔法 对方怎么会随意告诉他呢 这绝对是禁忌魔法中的禁忌 怎么做到的 其实很简单 复活魔法就是牵引天地间的元素 天地间有着澎湃的生命活力 而且刚刚我能感觉到 灵魂从先前漆黑的通道出来 就是这样 龙黄震惊地看着林凡 不是他听懂林凡说的是什么意思 而是每一个字他都听得懂 可是当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却跟天书似的 听得脑袋炸裂 完全不知道对方在说些什么 听不懂吗 林凡询问着 他从龙黄的眼睛里看出迷茫 明明解释得很清楚啊 按道理来说 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龙黄说道 懂一些 这是不懂装懂 但没办法 他是龙黄地位在这儿的 如果说不懂 面子没得放 况且龙族成员都在这儿 他绝对不能说不懂的 明白就好 他对元素的感应 超出所有人想象 感悟自然的他 都不知道感悟多久 每时每刻都在修炼 不是自主修炼 而是被动 记住我们的约定啊 没事的话我得走了 龙族的实力 对可兰来说属于严重超标 必须限制 所以将他们限制在这里 是很有必要的 龙黄见林凡要走 看着手里的龙蛋 这是他女儿的龙蛋 思绪转动着 仿佛在决定一件事情似的 很快 等等 龙黄喊住林凡 林凡疑惑地看着对方 不知道对方还有什么事 该解决的都已经解决了 应该没什么事了 只是对方叫停他的 的确让他有些疑惑 龙黄来到林凡身边说道 这是我女儿 暂时还没有孵化出来 你说你也有女儿了 我想啊 可以将这枚龙蛋交给他 身为父亲 都喜欢自己的子女过得好 你的女儿在外 如果要驮龙陪伴 肯定没有那么寂寞 更何况 你是他的救命恩人 龙族有恩必报 希望能收下 这段话中的有恩必报 就很有问题了 龙族貌似没有这种美好的 优良习惯啊 龙黄是有自己想法的 儿子莫比已经算是废了 无法与对方产生较深的感情 对龙族来说最危险的是谁 肯定是眼前这位啊 一日不跟对方有较深的感情 身为龙黄的他就不会安心 就算死也是死不明目那种 这 面对龙黄的请求 林凡陷入沉思 他有些不忍龙黄跟他的孩子分开 都还没出生就看不到父亲 想想都感觉可怜的很啊 龙黄见林凡在沉思 心里一惊 有种不妙的想法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龙黄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他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 能够跟对方的孩子搞好关系 至少可以保证龙族今后不会被吃啊 多么卑微的要求 如果让别人知道 强悍的龙族竟然为了跟某位搞好关系 就将自己的女儿送出去 多么的让人不敢置信啊 林凡说道 你还没见过你的女儿 你的女儿也没见过你 就这样分开不太好吧 龙黄听闻这话 猛然松口气 哦 说啥呢 看你表情如此严肃 以为是我的想法被看穿了 没想到 竟然是这种理由 龙黄说道 每一位龙族新生儿啊 都需要经历血与泪的洗礼 在龙岛生活呢 将会磨平龙族的锐气 我希望我的女儿啊 能够成为一头让我骄傲的龙 而不是在温室中成长的废物 第1115集 瑟瑟发抖的墨比听到父亲的话 抬起头傻傻地看着 父亲 你不是这样跟我说的 墨比感觉自己被抛弃了 他在龙族的地位经过这件事 直线下降 已经没有任何地位可言 林凡惊喜道 没想到你的想法竟然跟我一样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够独当一面 在温室中的确无法成长 所以才让她在外面历练的 一样 都是一样的想法啊 顿时 两人对视着 眼神里绽放光 那是一种惺惺相惜的光 在教育子女方面达成了某种共识 只是 龙黄没有林凡这样的想法 这一切都是林凡误认为 龙黄有这样的想法 好 我答应你 你是一位合格的父亲 龙黄微笑着 但心里的想法很奇怪 总感觉跟对方交流的时候 有种怪异的感觉 就好像哪里有些不对劲似的 对方说的话很怪 不像是一位强者该说出来的 龙黄抚摸着蛋 以龙族特殊的交流方式 跟蛋里的女儿 叮嘱着一些事情 随后 他将龙蛋交给林凡 林凡接过龙蛋 也没有事情了 朝着龙黄挥挥手 离开龙岛 那些巨龙看到林凡离开 也都松了口气啊 虽说对方后来变得很友好 但是想到他喜欢吃龙 大伙还是很害怕的 森林里 可兰 后来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那头龙莫名其妙消失了 奥利威询问着 很是好奇 龙族怎么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呢 可兰摇着头 我也不知道 他哪里知道后面发生的事啊 醒来的时候就被大家给救了 村庄也没有遭到龙族的袭击 虽说想不通 但他很满足 只要没事就好 别的都不重要 林凡一直观察着女儿的行踪 我只要将龙蛋放在女儿前面的地方 就能遇到 而且还不会暴露我的行踪 嗯 真的是太聪明了 想到就得做 他落到前方 将龙蛋放在比较显眼的地方 直接就放在一块石头上 很显眼 如果这都看不到 那只能说 这眼神真是不太好使啊 他躲在暗处观察着 没过多久 四道靓丽的身影出现 都很漂亮 任何一位都应该过着舒服的日子 而不是在凶险的外面历灵 真是糟蹋了 他们路过石头的时候 看到摆放在石头上的龙蛋 停下脚步好奇地看着 诶 这是什么的 可兰问道 地亚摇头 没见过 好奇怪啊 上面还有花纹呢 奥里威皱眉道 怎么会有蛋出现在这个地方呢 感觉好奇怪啊 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 大家都露出疑惑的神色 毕竟真的好奇怪啊 你们饿吗 可兰问道 不饿 我才偷偷地吃过点东西 嘿嘿 可兰说道 如果你们饿的话 我可以烤蛋给你们吃 果然 跟林凡待久了之后 可兰在吃这方面也颇有研究 况且在野外 物资不全的时候 都是借助附近的食物冲击的 摆放在石块上的龙蛋 仿佛听懂了可兰说的话 微微颤抖了一下 可兰揉着眼睛 刚刚这蛋好像动了下 你们有看到吗 没有啊 我也没有 大家都摇着头 这让可兰怀疑 自己是不是刚刚看花了眼了呢 她走到龙蛋面前 捧在手里 嘴里嘀咕着 这蛋看起来好奇怪 到底是什么蛋 就在可兰捧着龙蛋的时候 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触碰龙蛋的掌心 绽放着微光 咔嚓 蛋壳破裂 就在可兰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头幼小的龙出现了 啊 龙 可兰惊呼着 想将孵化出来的小龙扔掉 毕竟这是很麻烦的事啊 如果让龙族知道 有人饲养着龙族 绝对会遭来报复他 对龙族来说 龙族是高贵的 觉得不允许被人来饲养 否则会遭来永无止境的追杀 因此 龙战士很稀有 就算曾经出现过 那也是龙战士自身实力可怕 或者跟龙族达成某种协议 又或者是某条雄性巨龙 心甘情愿地被女性人类骑着 白天你骑我 晚上我骑你 公平友好 只是 就在可兰准备扔掉幼龙的时候 幼龙咬住可兰的手指 契约阵纹出现 递结主仆契约 龙皇也想让自己的女儿 跟对方递结公平契约 可是想到 林凡的实力太恐怖 如果知道的话 肯定会有意见 所以想了想 主仆契约好像也不亏啊 这 可兰 可兰傻眼了 呆滞地看着眼前的情况 他还没反应过来 没想到幼龙就跟他递结了主仆契约 这让他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希尔夫震惊呢 可兰 这条幼龙跟你递结了契约 而且还是主仆契约 以后你就是他的主人嘛 他都看呆了 没想到 他的姐妹竟然跟幼龙递结了契约 而且还是幼龙主动签订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真的不敢相信啊 我 可兰有很多话想说 可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眼前这条幼龙是粉色的 递结契约后 就见幼龙挥动着翅膀 一口一口地将蛋壳吞掉 然后拍着肚子 很是可爱地叫了几声 仿佛很满足似的 奥利威说道 这件事情说出去 都不会有人相信的 我知道 可是如果让龙族知道 我们可能会被追杀的 可兰担心这种情况 如果他知道会这样 绝对不会触碰这枚龙蛋的 奥利威说道 不会的 你签订的是主妇契约 如果你有事情 他也会死的 就算龙族不满意 也不会怎么样啊 可兰无奈的 可还是感觉有点担心 粉龙飞到可兰怀抱里 晃动着脑袋 闭着眼睛 美美地享受着 仔细看啊 就能发现 幼龙的睫毛很长 果然 磁性龙的特征 是很明显的 可兰低头看着幼龙 的确很可爱 忍不住地摸了摸 刚刚还想将蛋给烤了 真是没什么见识 刚开始都没认出来 地亚 奥利威 希尔福 朝着可兰点着头 我们永远跟你在一起 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好姐妹鼓舞着 可兰说道 嗯 我知道 随后 他们唧唧喳喳地聊起来 都在想着 可兰以后的职业称呼 现在就是魔剑士 如今又有了龙 叫魔龙剑士好呢 还是龙魔剑士 嗯 感觉都很难听 这是值得深思的事情 需要好好地琢磨 林凡没想到 这条幼龙长得如此好看 想到他跟老张经常说的话 长得这么可爱 一定很好吃 想想特别地有道理 那些不好吃的龙肉 肯定是小时候难看得很 所以才会难吃 就比如这条幼龙 如此好看 长大后的肉质 肯定很美味 怎么能这样想呢 这可是女儿的宠物啊 而且都已经 答应龙族的要求 以后就不能吃龙肉了 唉 蛮可惜的 要是老张也喜欢吃龙肉 后来知道不能吃了 肯定会伤心地 满地打滚的 村庄 林凡投入到正常的生活中 没事就打打铁 重重地 生活就是这样的平常 没有太大的波澜 毕竟是小村庄 不像城里那样 会经常发生事情 时间过得很快 数年过去 林凡的生活 依旧很平静 因为放任身体衰老 如今的他 看起来更像是中年 有种庄稼汉的气质 只要不是瞎子 就能从他的粗糙的手 发现 林凡是正宗的农民 可兰回来过几次 还询问他 肉的味道有些不对劲 没以前好吃了 林凡都是笑笑 告诉他 那种小动物都没了 好像躲在哪里 都不愿意出来了 那头幼龙已经长长起来 可以骑着他到处飞 不过很奇怪 这条龙就是粉色的 从来都没有见过 他发现这条粉龙也不错 身上凝聚着好几种元素 如果非要形容的话 可以用人类 夸赞别人的词来夸赞他 天才龙 而可兰拥有龙的消息 是隐藏不住的 整个大陆都震动了 毕竟龙族 对任何种族来说 都是无敌的存在 现在竟然有人类 驯养着一头龙 能不吓人吗 已经很久很久 都没有出现龙战士了 而可兰他们的组织 依旧还是冒险团 没有成为工会 想要成为工会 就需要招人 添加别的成员 他们不想那么麻烦 一直以来都是 他们姐妹在一起 就算如此 他们冒险团在外界 也颇有名字 属于不容小觑的势力 洛克帝国 诺尔拉家族 奥利威的家族 这次回来 是诺尔拉家族出现变故 族长并威 需要选定继承人 按理说 族长的爵位 应该是奥利威继承 但他下面 还有几位弟弟 都是狠角色 所有人都盯着 族长的爵位 当初他离开家族 到兰元帝国求学 就是想避开家族纷争 可现在 已经无法避免了 家族内的奴仆们 看到大小姐回来 都恭敬地站到两侧 那三位都是大小姐的朋友吗 龙 那是龙啊 没想到大小姐的朋友 竟然是一位高贵的龙战士 如今可兰不管到哪里 都是最拉风的 拉风的原因就是巨龙 远方 有阴沉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还回来干什么 待在兰元帝国不是很好吗 该死 一位金发男子 一脸阴沉地看着他们 心里有怒火在燃烧着 他对族长的爵位 势在必得 谁都无法阻止 奥利威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他早就击败 另外几位竞争对手 让他们知道 族长的爵位是我的 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大厅里 父亲 我回来了 奥利威行礼 嗯 简单的回应 对奥利威来说 这种都习以为常 随后抬头看着父亲 跟很多年前有了很大变化 变得很虚弱 垂垂老矣 到了油灯枯竭的时候 谁都知道 诺尔拉家族的族长 曾经参加过太多的战斗 身体留有很多暗伤 日积月累下来 身体到了极限 此时 门外一道身影走来 就是先前在外面角落 阴沉沉的金发男子 奥利威姐姐 欢迎你回来 金发男子微笑着 对着奥利威行礼 只是对奥利威来说 他对眼前这家伙 没有丝毫的好感 凯隆 诺尔拉 家族第三子 从小都很卑鄙阴险 看似帅气的容貌下 隐藏着一颗肮脏的内心 奥利威直接无视他 凯隆心里燃烧着怒火 该死的臭女神 既然对我爱搭不理她 我告诉你 等我掌控诺尔拉家族 我就让你跪下 挺我的鞋子 心里咒骂着 但脸上却是露着迷人的微笑 随后 凯隆将目光放在 三位美女身上 主动上前道 美丽的女士 你们好 欢迎来到诺尔拉家族 我是家族第三子 凯隆诺尔拉 很荣幸见到你们 蒂雅跟希尔福 看向可兰 他们的教养都很好 所以遇到这种主动打招呼的 一般都会微笑回礼 可是现在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表现得有些没主见 只是蒂雅 以前你一脚踹回人家裤裆 一棒子挥烂人家脑袋的勇气哪去了 也没见那时候没主见啊 可兰挡在他们面前 面无表情 只是恩了一声而已 他知道奥利威家里的情况 都是奥利威喝酒后 跟他诉苦的时候说的 第一千一百一十七集 凯隆看到他们如此没有礼貌 真要被气得原地爆炸了 该死的东西 豪利威不是我 就算连你们都不是我 总有一天 有你们好看 待在可兰身边的巨龙 仿佛是感受到凯隆的恶意 吵着个怒吼一声 凯隆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顿时恼羞成怒 感觉一点面子都没有 好样的 都他妈给我等着 我凯隆 绝对要你们付出代价 到时候哭着喊着 求我放过你们 很快 凯隆镇定下来 继续假装起来 不失礼仪的起身 第一次看到巨龙被吓到了 不过听说龙族 不允许巨龙成为人类的坐骑 如果发现的话 会遭到龙族永无止境的报复 你们就不害怕吗 凯隆询问着 看似好像是一种关心 其实是让所有人知道 奥利威跟这四样巨龙的女人 待在一起 不会有好下场的 龙族可不会放过她 果然 当凯隆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诺尔拉家族里的人 都露出担忧之色 龙族是多么可怕的种族 谁能挡得住龙族的怒火 一旦龙族认为 诺尔拉家族 跟四样巨龙的女人是一伙的 绝对会被牵连的 凯隆看到如今的情况 嘴角露出笑容 她要的就是这样 奥利威没有说话 她知道这些都是凯隆装出来的 理睬她 反而会让她更加肆无忌惮 所以面对这家伙 只要无视就行了 够了 凯隆很想说 不够 谁他们说的够了 但是发现是父亲大人说的 他只能老老实实地闭嘴 心里却想着 老家伙 等你马上要死的时候 飞得在你面前狠狠地抽你几八尘 让你知道我凯隆可不是随意就能打骂他 以及你打我打那么爽 我他们得报复回来 奥利威 你跟你的朋友们刚回来 就带他们先去休息吧 记得要参加晚宴 奥利威说道 是 父亲大人 随后 她带着姐妹们离开 回到这家里 她总感觉很压抑 仿佛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压在心头似的 很难受 很痛苦 但她不得不回来 因为这是诺尔拉家族长女的责任 豪华的屋内 你很不开心啊 可兰问道 姐妹们都围过来 他们也发现了这种情况 回到这里后 奥利威就显得闷闷不乐 表情显得很严肃 奥利威说道 这里让我感到压抑 种种可怕的噩梦 会湧进我的脑海处 可兰搂着奥利威的肩膀 轻轻拍着她后背 我能明白你的痛苦 我小的时候 也一直做着噩梦 在那梦境里 我被黑暗覆盖 我的父亲一直保护着我 每当我以为自己身陷黑暗中的时候 他便会出现 让我看到光明 而我们 将会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嗯 没错 我也一样 谢谢你们 离开家族到兰元帝国 是她认为最明智的选择 如果不去的话 就无法认识他们了 她回来干什么 这是要跟我抢夺爵位 凯隆愤怒得很 眼里冒着凶光 凯隆 安静 一位高贵的妇人 缓缓开口 凯隆说道 不信大人 如果她不回来 爵位肯定是我的 可是她现在回来 我怕 欲言又止 就是想说 害怕爵位被抢走 高贵妇女说道 奥里威在兰元帝国皇家学院学习 的确很不错 如果她单独回来 你的确有点危险 但还好 她带着朋友回来 这将是你必胜的原因 那头巨龙吗 没错 的确是那头巨龙 梅林大魔法师已经观察过 那头巨龙依旧属于幼龙 根据消息 他们应该得到的是龙弹 最后孵化出来 龙族绝对不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龙族这些年 好像彻底消失了 根本看不到龙族的踪影了 此时 梅林大魔法师走了出来 没事 找不到巨龙 就去龙岛 那头粉色巨龙魔法元素很齐全 在龙族中的地位绝对不一般 而且他们签订的还是主仆契约 龙族知道的话 笑得很阴险 让人听了都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凯龙脸上浮现笑意 对啊 找不到巨龙就去龙岛 那里巨龙多得很 只要告诉龙族绝对没问题的 妇人说道 为了你的事情 梅林大魔法师已经跟光明教会达成协议 在特殊的时间段 教皇会出现支持你的 听到母亲大人说的话 凯龙震惊惊了 能够得到光明教会的支持就已经很不错了 没想到竟然还能让教皇亲自来支持 这是他无法想象的事 在他看来 这些已经是胜券在握的事情了 如果这都能出现问题 那他一头撞死的心都有了 无心大人 什么时候行动 凯龙都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多么期待那天的到来 妇人对着梅林大魔法师点点头 梅林离开 而离开的时候 魔法波动散发出一丝暗元素的气息 亡灵魔法师 虽说没有所谓的亡灵魔法师敌对的说法 但很多人都不喜欢跟亡灵魔法师待在一起 感觉他们是在亵渎尸体 龙岛外 梅林大魔法师借用卷轴 直接来到龙岛附近 还未进入禁魔区域 这种卷轴对诺尔拉家族来说 算不上什么多么的珍贵 当然 这些东西对正常人来说 还是很珍贵的 可不是想得到就能得到的 第118集 禁魔领域真的烦呢 梅林看着大海 颇为无奈 在积魔领域里任何魔法都施展不了 就连召唤的亡灵生物都没用 如果没有积魔领域 他直接召唤古龙 什么事情都没了 都不知道有多幽在快乐 突突 一跃而起 跳到海里 随后朝着龙岛游去 龙岛 尊敬的龙岛陛下 在下洛克帝国 梅林大魔法师 有重要的事情 需要向你汇报 梅林单膝跪地 恭敬道 他可不敢在龙岛放肆 稍有不慎 就能被这些家伙 吞到肚子里 龙岛说道 你有什么事情 需要向我汇报 龙岛陛下 在洛克帝国诺尔拉家族里 我发现有位人类 竟然奴役一头巨龙 我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无法忍受 照他理论 龙族乃是世界上 最高贵的种族 岂能被人类奴役 可惜 对方根本不听 我没有办法 只能前来汇报龙皇陛下 龙皇听闻 面色惊变 莫非是我们龙族 不再出山 所以让外界的人以为 我们龙族好欺负了不成吗 梅林看到龙皇的表情 他就知道 自己是成功了 明显就是被自己 刚刚所说的话激怒了 想想也是 龙族何等的高贵 岂能被人类奴役呢 他是谁 龙皇问道 梅林说 诺尔拉家族长女的朋友 一位年轻的女性魔剑士 而且根据我的观察 那头伟大的巨龙还是幼龙 如此年轻就被人类奴役 实在是可怕呀 刚开始的时候 龙皇没有想那么多 但渐渐的 他发现事情好像有些不对劲 女性魔剑士 林凡好像就是女儿 还有是幼龙 各种线索融合在一起 这情况就有些跟脑海里想的 混合在一起了 但龙皇没有表现得很淡定 而是道 好 我已经知道了 你回去吧 面对龙皇的话 梅林自然不敢多说 恭恭敬敬地离开 已经达到他想要的目标 就已经足够了 至于通风报信会有奖励什么的 想都没想到 谁都知道 龙族是最空门的 想从龙族这里得到好东西 简直是做梦 不过唯一让梅林有些不满的就是 龙族竟然没有给他一个口头承诺 比如 你将是我们龙族最好的朋友等等 熟知龙族的人都知道 想要东西没有 但口头承诺多得很 就比如 初出茅庐的小伙子 偶尔机会帮助龙族大忙 龙族就会说一句 你将是我们龙族永远的朋友 你也许会永远记在心里 但是对龙族来说 眼睛一眨就望得一干二净了 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 龙皇只想说 真卑鄙 竟然会打小报告 懒得理 数日后 高贵妇人望眼欲穿 以龙族的速度 想要从龙岛来到这里 只要一天就足够了 可是现在都已经好几天过去了呀 一点动静都没有 最近 诺拉家族上下所有人都很凝重 小心翼翼 身怕被卷入恐怖的漩涡中 梅林 你真的有告诉龙族 高贵妇人问道 梅林说 夫人 真的已经告诉龙族龙皇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 会不会是龙皇不相信你说的话 梅林沉思着 仔细想想 也许真有这种可能性 夫人 那我再去龙族一趟 嗯 快去快回 龙岛 梅林又来了 他讨厌龙岛 游得很痛苦 但是没办法 为了让龙族出面 赶翻那娘们 就算多有几次 也是义不容辞的 正在休息中的龙皇 听到那人类又来了 很是不悦 真的是好烦 他非要将龙族 最后一块遮羞布扯下来 告诉他 那是我亲自将女儿送给对方的 哪怕是主扑契约 也是我同意的 没错 你眼里最高贵的龙族 其实已经被一位人类吃怕了 现在只想跟他搞好关系 你能不能憋来烦了呀 要是让他知道 还以为我们龙族心里不满呢 很快 龙皇陛下 我说的都是真的 那位伟大的幼龙饱受折磨 急需你们去解救啊 本皇知道 龙皇陛下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说的话 相信 那为何还不去呢 梅林想不通啊 以他对龙族的了解 只要听到 甭管是真是假 都会亲自出去查看情况的 龙皇看着对方 心思很烦躁 眼前这人类真的好烦 紧接着他动了沙心 对 直接灭成灰烬 就什么事都没了 你过来 龙皇说的 梅林听闻向前靠去 顿时 让梅林惊恐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 龙皇一口龙溪喷吐而来 瞬间将梅林覆盖 连惨叫声都没有来得及爆发出来 就彻底灰飞烟灭 真烦 现在清静了 龙皇感叹着 如果梅林知道事情的真相 绝对会哀嚎着 说实话不好吗 我也不想的 龙皇认为自己很友好 至少对人类是比较友好的 主要被吓怕了 不敢随意对人类动手 但他不得不说 有的时候 有的人是真的贱呀 就比如这位自称 梅林大魔法师的家伙 本皇认识你吗 不认识 你打小报告也就算了 我理睬你是不想跟你多说什么 但你是一点自觉性都没有啊 嗨他妈的来 不知道你说的那头幼龙 是本皇亲自送给人家的吗 你三番五次这样 搞得他很没面子 那些隐藏的秘密就要被揭穿了 哪能留你 还是一口将你给灭掉的好 龙皇就是如此的果断 做事从不拖你带水 第一千一百一十九集 数日后 高贵妇人面露极色 梅林大魔法师已经离开有段时间了 就算爬也该爬回来了 只是到现在 却是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很着急 不知道梅林到底怎么回事 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 凯隆是他的儿子 想要保持现在这种生活 只有他掌管诺尔拉家族 才能继续维持着 如果让那死丫头接管 他们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 只是现在的情况 真的是很不妙啊 根据现任传回来的消息 那该死的老家伙 好像是要将爵位传给那死丫头 木星 梅林大魔法师 不会是跑了吧 凯隆认为 这种猜想才是合情合理的 否则到现在 怎么连个鬼影都看不到呢 不可能 你不用操心这件事情 放心 诺尔拉家族的爵位 只会落在你的头上 而不是那个丫头身上 高贵妇人 从头到尾彰显着自信 她自认为准备得很充分 没理由会失败 屋内 可兰跟另外两位姐妹聊着天 他们发现 奥利威最近的心情 好像很好 脸上的笑容 比以往灿烂得很 是遇到什么 开心的事情了吗 奥利威说道 等过段时间 这里事情结束以后 我们就能够离开了 嗯 打得有些闷 感觉这里的人 好像不是太喜欢我们 地雅说道 的确是这样 虽然这些奴仆 对他们很恭敬 但有种敬而远之的感觉 奥利威说道 如今爵位还没有确定呢 这些奴仆 不敢跟我们走太近了 以防遭遇报复 啊 原来是这样啊 奥利威跟父亲交谈过 知道很多事情 心情好了很多 又是数日后 诺尔拉家族的继承大典开始 所有人都已经知道 诺尔拉家族的继承人 将是奥利威诺尔拉 这是内定的 奥利威没有回来的时候 凯隆就解决了几位 别的竞争者 家族里的人都认为 最有希望继承爵位的 就是凯隆 只是谁能想到 老族长竟然要将族长位置 继承给奥利威 的确是没想到呀 现场 凯隆咬牙切齿 原本是想借助龙族铲除对手 但谁能想到 龙族来都没来 而且去龙岛的梅林大魔法师 都消失不见了 情况只有两种 梅林大魔法师跑路了 另外一种就是 梅林大魔法师 被龙族干掉了 只是想想 也有些不可能啊 算了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东西 简直影响他的大事 高贵妇人沉声道 放轻松 没事的 事情都已经准备好 你只要静静地等着就行 嗯 我知道 凯隆点点头 听从母亲的话 她对族长之位 势在必得 谁都不能阻拦她 可是 如今都已经到这种时刻 如果没有什么助力的话 怕是真的要绝望了 贵族的仪式是复杂的 可兰感觉无聊得很 但如今是她的好姐妹 最重要的时候 就算觉得无聊 她也是表现得很有精神 以防被别人看到 然后说 哎 你们看奥利威的朋友都无聊的想睡觉呢 因为穿着奇怪服装的老者 捧着长卷在诉说着诺尔拉家族的历史 都是贵族继承的时候要做的事 大概就是讲述着家族光荣历史 为的就是让所有人记住 不要遗忘 许久后 最终的情况到来 诺尔拉家族下一任组长 将继承家族荣耀 爵位 他就是 所有人都翘首以待 期待 凝重 凯隆已经坐不住了 该死都已经到这种时刻了 赶紧出来救场 继续这样下去就真的没机会了 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传来 对凯隆来说 就宛如天籁之音在耳边响起 那么的美妙 那么的舒坦 光明教会十三世教皇来了 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现场众人大惊 教皇竟然来了 诺尔拉家族的一些老人 知道事情的转机来了 他们跟光明教会走得并不深 但如今 教皇竟然在这种时刻来了 情况就有些不对劲了 老族长缓慢起身 虽说他身为 诺尔拉家族的族长 但在教皇面前 还是不够看的 两者间的地位 有着天差地别 没有任何可比性 所有人都朝着那方向看去 随后露出震惊的表情 不仅仅是教皇来了 竟然还带着三位 红衣主教 大家都知道 光明教会的实力很庞大 分布各个帝国 一共有十二位红衣主教 都是教皇手里的狗腿子 有着绝对的实力 更有着将人的地位 所有人都感觉 这次继承仪式有所变动 凯隆紧握着拳头 好 实在是太好了 来得太及时了 凯隆看向母亲 重重地点点头 希望到来 她的心情很愉悦 有种说不出的快乐 高贵夫人轻微点头 示意凯隆镇定 事情还没有结束 老公爵来到教皇面前 恭敬道 欢迎教皇光临 没打扰吧 看这里的情况 像是在举行什么事情吗 我已经老了 诺尔拉家族将依赖新的组长 今日刚好是交接仪式 请教皇上座 教皇到来 肯定不能让对方坐在下面 而是让人搬来椅子 安置在身边 至于另外三位红衣主教 则是站在教皇后面 仿佛忠诚的守护者似的 还没等老公爵开口 教皇主动开口道 听闻诺尔拉家族三子很优秀 此次前来的目的 就是准备邀请三子凯隆 成为光明教会之士 坐在那里的凯隆 瞪着眼睛 显得很迷茫 说啥呢 谁要成为执事的 我凯隆继承爵位 那便是大公爵 待在自己的领地 要风有风要雨有雨 除了洛克帝国国王 谁能管得了我 不过他又不是傻貌 教皇现在说这些 就是为了让老公爵明白 你的继长人 我认为他就很不错 第一千一百二十集 此时 听到教皇说这番话的人 都显得震惊万分 随后小声交流着 你们听到没有 教皇竟然要让凯隆成为光明教会的指士 真的不得了啊 是啊 如果凯隆成为光明教会的指士 就能借助光明教会的力量 到时候可是不得了啊 光明教会的势力很庞大 大陆帝国那么多 就有好几个帝国 是由光明教会扶持的 所以说 教皇是万万人之上的存在的不过分 老公爵面无表情 却是看向凯隆的母亲 光明教会的教皇 莫名其妙地在这种时刻出现 绝对是先前就已经说好的 不知老公爵心里的继承人是谁啊 不妨说出来听听 教皇笑着问道 他已经将话说到这种程度 如果还没有听明白的话 脑子是真的有问题了 老公爵说道 奥利威 凯隆 你们过来 随后 奥利威走来 至于凯隆则是昂首 嘴角带着微笑 他已经认为 爵位将是由他来继承 教皇都已经来了 这事儿十拿九稳 洛克帝国跟教会的关系不错 真要让教皇不满意 直接跟国王说起这件事儿 那国王说的话 还能没有教皇有用吗 任何帝国跟教会的关系 是建立在安全上的 在遇到任何危险的时候 光明教会就会派出 教会成员前来相助 而且光明信仰 深入平民的内心 如果得罪光明教会 那结果可想而知 教皇看着眼前的两位 诺尔拉家族的未来继承人 不得不说 眼前这位奥利威 让他眼前一亮 实力很强 至于那凯隆 生的一副好模样 可惜啊 真的太弱了 简直就是废物 老公爵 这位奥利威 教皇笑容都已经凝固 不自然地转动脑袋 看向老公爵 你的选择好像不是很明智 教皇说道 老公爵道 但对我而言 这是明智的选择 他能带领诺尔拉家族走向辉煌 此时诺尔拉家族的人都欢呼着 很多人都支持着奥利威 他们对凯隆充斥着一种畏惧感 在家族里 凯隆的所作所为有目共睹 奴仆们都很害怕的 而奥利威大小姐却对他们很是友好 教皇起身 感觉没面子 他已经将话说到这种程度 对方竟然还会当作没听懂 这是对光明教会的一种挑衅 好自为之 说完就直接离开 只是当教皇路过可兰身边的时候 看到那头粉色的巨龙 龙族 教皇停下脚步 看着那头巨龙 龙族的确是可怕的存在 就算他身为教皇 有的时候也不能跟龙族抗衡 实力太可怕 不是谁的实力可怕 而是龙族里的巨龙都很可怕 可兰挡在宠物龙面前 直视着对方 就算对方是教皇 他也毫不畏惧 奥利威看到教皇在自己姐妹面前停下来 急忙跑过去 龙族知道你们将巨龙当宠物饲养吗 教皇询问道 希尔福说道 他是我们捡到的 精灵族 教皇大人 我的母亲是精灵族女王 他希望教皇知道他的母亲是精灵族女王 然后不要追究这件事 可惜啊 他还是小看了教皇在外界的权势 精灵族的确是庞大的种族 可是跟光明教会相比较起来 还是不行的 教皇也喜欢饲养巨龙 只是一直没有得到 如果没有见过林凡 他是无所畏惧的 但是现在他知道 世界上有种人叫做林凡 很可怕的存在 在这件事情里 他学会了低调 学会了追根问底 不将事情搞清楚 他是绝对不会随意行动的 奥利威说道 教皇大人 这几位都是我在皇家学院认识的朋友 若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你的话 还望您见谅 教皇说道 没有得罪 只是看看而已 他是谁 指的就是蒂亚 蒂亚恭敬的 教皇大人 我是来自兰元帝国迪亚诺家族 大公爵次女 我叫蒂亚 迪亚诺大公爵家族 你的父亲见过我 但不是很熟悉 这话就已经将教皇的格调彰显出来 你的父亲是大公爵 他很荣幸地见过我 但我对他没什么印象 毕竟只是大公爵而已 如果是国王的话 或许还能盘泄关系 你呢 擅自饲养巨龙的小姑娘 你又是谁 教皇询问着 暂时还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 依旧感觉自己教皇的身份 很厉害 很霸道 甭管是谁 见到我教皇都得恭敬 什么大公爵不大公爵的 在教皇眼里 就跟平民没什么区别 可兰对教皇没有任何好感 感觉不像是好人 我叫可兰 农民之女 就是你们眼里的平民 平民 教皇听闻 显得很诧异 随后笑道 平民都敢饲养巨龙 如果被龙族知道 后果你有想过吗 但等等 农民 如果是以往 教皇绝对不会对农民 这两个字有任何的问题 可是 自从认识林凡后 他就发现 农民这两个字 有种说不出来的恐惧感 有点慌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